讲完这些话后大约白天 耶稣带着彼得、约翰和雅各一同到山上祷告 耶稣在祷告的时候 容貌改变了 衣裳结白发光 忽然摩西和以利亚二人在跟耶稣交谈 二人在荣光中显然 谈论有关耶稣离世的事情 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时 彼得和两个同伴都困得睡着了 他们醒来后 看见了耶稣的荣光 以及站在他身边的两个人 当摩西和以利亚要离开时 彼得对耶稣说 老师,我们在这里真好 让我们搭三座帐篷 一座给你,一座给摩西,一座给以利亚 其实彼得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他的话还未说完 有一朵云彩飘来把他们遮住 他们被云彩笼罩都很害怕 云彩中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儿子,是我拣选的 你们要听从他 声音消失了 门徒只见耶稣独自在那里 那些日子,他们对这事都绝口不提 没有告诉任何人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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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